無姓男子上午10點多 進到店裡上班 搬東西忙來忙去 他負責的工作是清洗 店內客人使用過的毛巾 姐姐男子不斷靠在牆上 看起來似乎相當的累 到下午4點多 店外突然出現救護車 將男子送醫 經過急救還是宣告不治 家屬質疑是店家 給他太大的工作壓力 導致他無法負荷 你180個的話 比他們公益館的工作量 是大大概2.5倍 對不對 那2.5倍的話他配是兩個人 這邊就是等於要5個人 但是只有他一個人 無姓男子100年8月到10月 在店裡上班 52天期間 他的工作時間 是從上午11點到下午5點 中間還有1小時的 休息用餐時間 一個月薪水16000元 但家屬質疑店家 故意讓他加班工作 到晚上八九點 還不給加班費 受害的可能不只一個人 因為他們公司的話 不是只有這一件 家屬指控店內的客人流量多 業者卻只雇佣無姓男子 一名清潔工 工作量是其他分店清潔工的5倍 不過業者強調 當時有調派人力支援 而且也沒有苛扣加班費 雙方各說各話 雖然已經過了四年 當事人無法對職 兩年前打官司也判決家屬敗訴 但家屬仍舊不放棄 要為男子討回公道 記者韓志堅黃總銀 檀中報導